我们看这一题 它说长条土的资料是连续的 脂肪土资料不连续 这个错啦 颠倒过来啦 长条土它通常是做什么用途呢 通常是做那个什么呢 有些资料的话 我们根据它的性质分类 根据它的性质分类 比如说我们对班上统计呢 就是说它运动的兴趣 比如说有人兴趣呢 这个手球 有人兴趣呢 这个足球 那有人兴趣呢 这个音乐 参加音乐社 参加手球社 参加足球社 这样子 根据它的资料的性质分类 那这种呢 资料它是不连续的 啊 脂肪土的话 它的资料是连续的 它是对资料的大小做分类 资料的那个大小 那这个是对资料的性质做分类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学生的分数 学生的分数的话 由小到大给它分类 比如说 10分到20分呢 分成一组 给它分组 然后 20分到30分的话 一组 那这种呢 画出来的统计图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脂肪土 那脂肪土有个特性啊 就是说 小的跟大的 它会比较少 中间的话会比较多 然后它会有一个呢 分布的趋势 它会有个分布的趋势 那这个呢 是脂肪土 它的用处 脂肪土的话呢 它通常研究什么呢 研究呢 资料分布的趋势 那这个 长条土 它只是什么呢 只是统计 只是为了某种需要做统计 比如说 我们去 要去旅游 或者是说 要办那个什么呢 班上要办那个社团 要做调查 喜欢手球的人 有多少人 足球多少人 喜欢音乐有多少人 那人数多的 就能够成立了一个社团 那人数太少了 就没有办法成立社团 这个是做某种用途用的 那这个通常的话 因为它有一些趋势 通常的话呢 拿来做什么呢 做研究 做研究用的 研究用的 这个答案是错的 这一题是错的 刚好我给你倒过来 长条图它的资料是不连续的 那 脂肪图它的资料是不连续的 所以这一题是错的 是这个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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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